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哈喽 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 你知道吗 在洛杉矶有一家咖啡厅 他们有一项非常特别的服务 一位客人跟服务生点了两杯咖啡 服务生端一杯咖啡给他 他就付了两杯的钱 而他一走呢 服务生就把一张写着一杯咖啡的纸贴在墙上 这时又进来两个人点了三杯咖啡 他们喝了两杯咖啡 却付了三杯咖啡的钱 服务生又把一张写着一杯咖啡的纸贴在墙上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过了几天又进来一个客人 他的气质 穿着打扮 跟这一家咖啡店的这个档次跟氛围啊 很不协调 可是他并没有觉得很别扭哦 他也是大大方方地走进去 坐下来 看看墙 然后就说 墙上一杯咖啡 服务生面带笑容 恭恭敬敬地端一杯咖啡给他 那个人喝完咖啡 没有结账就走了 他走了之后 服务生就从墙上撕下了一张写着一杯咖啡的纸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这个客人虽然他没有能力负担一杯咖啡 可是他只要看看墙上 有没有贴着一杯咖啡的纸条 如果有 他就不需要降低自己的尊严 也可以享受一杯免费的咖啡 咖啡呢 虽然不是生活必需品 可是如果把喝咖啡呢 当作一个享受美好的事物 当你享受的时候 也能够想到 或许别人也喜欢 别人也很想要来享受 可是却没有那个能力来承担时 你愿意多付出一点和别人分享 哇 这就是一件很值得开心的事情耶 墙上的一杯咖啡 正是彰显当地居民 对生活所存的那一份感恩的心 以及愿意和人分享的心 这让我想到伊朗的友善之墙 把自己有余的衣服挂上去 提供给需要的人来使用 没有人知道友善之墙是谁发起的 到底是从哪个城市开始 可是这个简单又可以帮助别人的方式呢 很迅速地蔓延到整个伊朗 从一刚开始的 只是捐住衣服挂在墙上 没有多久 开始捐出各种的生活物品 让人惊讶的是 这个友善之墙 没有任何监督 没有安装摄影机 人本呢 是捐得多 可是拿的却少 让真正有需要被帮助的人 不需要降低尊严 不会受到伤害 就能得到帮助 这一面只是很普通的墙 却充满了善良跟美好 充满了爱 让人与人的心走得更靠近 到我们处在现今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人和人之间充满了许多猜忌 怀疑 嫉妒 要怎么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呢 我想啊 就是要消除人和人之间的那个繁离 虽然有许多社会乱象 我们仍然相信 人间有爱 世界可以因着我们每一个人 有愿意帮助别人 关怀别人的心 而变得更加美好 在圣经当中 有一句非常精辟的话 点出了这个时代 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就是呢 在马太福音24章12节说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可不是吗 因为现今越来越多诈骗的事情啊 伤害别人的事情啊 很多违法的事情啊 欺骗的事情 所以许许多多的人 爱心就渐渐冷淡退后 我们甚至不敢呢 付出我们的爱心 因为我们生怕 我们所付出的爱心 最后呢会被别人利用 但是主耶稣呢 讲了这句话 为的是要激励我们 鼓励我们 不要因为我们所处的世代啊 这些不乏的事情 以至于我们的爱心 冷淡退后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不要让我们冷淡 求主耶稣赐给我们火热的心 愿意对别人付出爱 对别人付出关怀 让这个世界呢 能够看见一道曙光 这道曙光呢 就是从爱开始 能够照亮别人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这首好听的歌曲 曙光 当我看着寂寞 有多少回忆在眼眶里打转 也需要通过才会明白 所谓的勇敢不过 是遗憾 当我们都孤单沮丧 总害怕在门里打转 总害怕在门里打转 在门里打转 你张开了胸膛 看见有一道曙光 感觉到存在的希望 再多的迷惧 再多的迷惘 我也不怕 我总会找到 那力量 就看见一道曙光 天空成绽放 未来不退让 请靠着一段信仰 带我翱翔 亲爱的天父 求你用你的爱 充满我们 不要让我们 因着现今的社会 有许多乱象 爱心就渐渐冷淡 求你赐给我们 有一个火热的心 能够不断地看见 别人的需要 我们愿意去付出 去关怀 去把我们所拥有的 与人分享 我相信在这个过程 我们会经历到 你所赐的 更大的喜乐和平安 还是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不害怕在我来找不到 依赖 谁能够为我伸出双手 给我答案 是你 张开了胸膛 看见有一道曙光 你能够为我伸出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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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 你能够为我伸出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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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熟口 你能够为我伸出双手 感觉到存在的心花 再多的迷惘我也不怕 我总会找到那力量 就看见一道树花 再放回来不退让 就靠着一份信仰 我好想 就靠着一份信仰 我好想 非常高兴能够和你相会在 心灵丸岛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好朋友 也是你的老朋友樱如 如果你有些心理的话 想要跟樱如聊一聊 欢迎你进入 心灵丸岛的Facebook 留言给我 祝你有一个愉快美好的周末 我们就下一次空中再见了 拜拜 心灵小雨 如今长存的有幸 有望 有爱 这三样其中最大是爱 圣经 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 十三节 你 未经许多前书